大家好,我是爱玉言神 我今天带给大家明朝纪文任务百味慧萃 明朝纪文任务列取残像之人 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荆州城 城内的下方传送点 城内的下方传送点 然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在前方这个树的后方 我们从这个树的后方前方放过去 然后跳起来 好,跳起来之后 我们接近跳也来 然后我们回头爬一下 爬上来之后就能够看到这一根BC 我们跟他对话 然后左上角我们可以点击跳过 让我们任务最终一下 然后打开我们的小地图 然后看一下我们往左拉 来到龙望胶左上角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北方向小地图上放 就能够看到这根BC 然后我们跟他对话 那左上角我们点击跳过 那我们再按一下V 然后看一下 开启我们的感知模块 我们开启一下感知模块 然后看到这个地上有一个标线了 我们就随着这个标线 在这个水里往前走 其实刚刚才攻击的残像 让我们把它清一下 清完之后你可以再开一下杆 然后继续沿着这个河道往前走 让我们一直往前 好 来到前方进入剧情 让我们左上角点击跳过 然后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地图左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前方有一个信号源 你们能看到这一个信号源 发出像那个信号似的 因为你们可以看到 一个金色的小信号标志 然后我们一直往这个方向往前走 这个就是我们的boss 好 就看到一个受伤的 进入剧情 我们左上角跳过 跳过之后 我们去打一下这个龟龟 好 我们打完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东方向 小地图右方 我们回去交一下任务 然后我们左上角点击 跳过 然后我们按下V 然后开进我们的小地图 然后开一下我们来到城内的 城内下方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北方向 小地图上方 我们从前面 我们跳下来 然后跳下来之后 我们再跳一层 我们要跳到最下面一层 然后我们再跳一层 好 跳下来之后 我们就回头 就能够看到这一个 coco 然后我们跟他对话 好 左上角我们点击跳过 然后任务完成 这个任务是需要你先完成一个 盗影任务 那个盗影任务是 去厨房 还是哪个来着 总之是你游戏前 吸引就很早就能接到了一个盗影任务 然后就会刷进出来这个百味蕙萃 然后我们来到荆州城 城内右侧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地图左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这里有一个任务最终 我们可以 你可以点一下 然后就在这个对面 对面的建筑里 然后我们勾过来 然后我们下来跟他对话 跟马盒对话 然后左上角我们可以点击 这个请马盒帮忙辨认配方 然后左上角我们可以点击跳过 然后我们MV可以任务最终 我们需要找一个药店 然后我们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我们从右侧 我们稍微绕一下 然后我们一直往前 然后一直往前走 然后前方那个广告盘 是让我们跳起来 跳到下一层 我们找到这个药店 药店扣口 我们左上角点击跳过 然后我们点击正用最终 然后打开我们的小地图 再来到城内右侧的承送点 然后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正用最终 然后看一下知识 我们就从前 我们面前就要到 往前走 然后往右拐 五七垫在我们的下方 然后我们直接跳起来 然后下方就是五七垫 那么跟它对话 接着左上角我们点击跳过 好 然后看一下 然后它绕门锻造的是这个 平云不要锻造出来 一个平云 一个阵海 一个定军 这些任意造一把军 然后材料不够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 这个红针金醋的收集视频 好 然后锻造出来之后 跟它对话 然后告诉 告诉委书结果 然后左上角我们可以点击跳过 然后我们接着NV 进行任务最终 然后看一眼 我们合成台 我们再回去 在我们的南方向小踢柱下巴 我们上这格 来到上一层 跟柱子爬一下 然后根据任务指引 我们往前走 找到合成台 然后左上角我们点击跳过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合成 合成一个初始的 就是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东西 第一个绿色的东西 我们直接给它合成一个 然后完全任务 然后接着我们回头 回头跟我们的 自己来的对话 然后左上角跳过 然后我们再回到饭店 然后任务最终一下 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踢柱左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我们跳过来 然后一直往前走 然后我们找到这一个老板娘 然后左上角我们可以跳过 啊不行 跟他说一下那个配方原委 然后左上角点击跳过 然后我们再烹饪一下 开始烹饭这一个什么汤 然后左上角点击跳过 然后我们再回头 跟他对话 跟我们的NPC对话 然后左上角再次点击跳过 好任务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